我们今天写了道胜和夫自传 那道胜和夫的话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位经营大师 他写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书籍 应该可能活法 或者是道胜和夫写的一些经营 那在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面 就有季献林和马云的一个图 我对道胜先生一直很敬仰 很多事情是我最近一两年才想清楚的 但是道胜先生很多年前就已经想 那我们很多这个企业的创业者 经常是以这个道胜和夫的活法 作为自己的这个圣经 在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经常拿出来读一读 然后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他竟然写了一本自传 所以我对他这个人生的故事特别好奇 那读完之后的话 觉得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商业领袖的这个自传 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童年 就他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道胜和夫是1931年的时候 出生在日本九州南部的洛岛是一个市 爸妈妈都是小学毕业 他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所以家里有九口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 在1931年那个时候 那当然养活一家九口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 那还好的话 他爸爸是在一个印刷厂工作 由于他非常老成 非常这个可靠 所以这个印刷厂的这个老板呢 就给了他一台二手的印刷机 说钱不用给了 你以后赚到钱慢慢再还吧 你看那个时候 这个人和人之间这种信任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他爸爸就在家里面 装上这个二手的印刷机来经营 那由于他自己是 是完全一个特别这个本分的老实人 所以这个是好 但是不会赚到太多钱 所以道圣和夫在小时候的话 他天天听到家里的这个印刷机的 这个轰鸣声就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 妈妈照顾他们的时候呢 才19岁 然后还要照顾三个小叔子 可见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繁重的 但他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 任饶任怨 然后没有抱怨的一个母亲 性格非常的刚毅 有些时候道圣和夫在外面打了架 他妈妈会塞给道圣和夫一把哨帚 说回去报了仇再回来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说 在这个孩子的教育当中这样做不对 但大家可以看出来说 一个要照顾一家九口的 这么一个家庭主妇 一个妈妈 一个母亲的这个形象 他是怎么样做的 道圣和夫小时候不爱上学 他小时候的话 他记得家里人送他上学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哭 然后就他的叔叔啊 哥哥呀妈妈呀 轮流哄他去上学 那后来去上了学之后 没想到一年之后 竟然成为成绩全优的优等生 然后爸妈妈都非常惊讶 妈妈也觉得特别有面子 逢人就说 我们家道圣和夫啊 是假等 都是假等 这么棒的孩子啊 亲戚当中从来没有过 特别骄傲 但是可惜 道圣和夫到了中学的时候 这个学就慢慢的疏远了 他不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一个孩子 道圣和夫的童年呢 完全是在这种纯粹的自然和自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夏天的时候呢 他记得自己经常穿就穿一块布 一个肚兜 然后就跳到河里面去游泳 然后他的主要玩伴就是他哥哥 经常跟哥哥一起去抓鱼 然后他特别小 也抓不到太多鱼 所以他哥哥就用那个鱼网啊 捞了很多的这个鲫鱼 还有虾 他装到这个桶子里面 虽然不是道圣和夫抓的 然后其他小小伙伴呢 就特别羡慕 然后道圣和夫会觉得特别特别自豪 很得意啊 这些这些童年的故事啊 他写出来还是觉得会声会色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要提一下 道圣和夫小时候的这个成长迹境 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啊 就是我对这个商界领袖 他的小时候的童年的成长经历 是特别特别好奇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在我看到如此多的这种商业的成功人士 他们的童年竟然有出奇的相似 比如说他们很多都有童年的这个经历 童年的生活经历 他们小时候都和大自然为伍 都能够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去 比如说这个这个曹德旺啊 就是福耀玻璃的创始人 比如大家在听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创始人 一个星巴克的创始人 他们小时候都有穷苦的出身 而且很多人的话 似乎都是在大自然当中长大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 那我觉得道圣和夫的童年 他的成长起来的这个故事 一定不是我们现在城里人 每天爸妈妈所焦虑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学区房啊 要考什么样的重点学校啊 那在城市里面 因为居住的人口非常 然后我们这些爸妈妈 其实都是知识精英阶层 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啊 他们是通过知识 或者通过考试 选拔出来的一些非常 然后我们生活在一个 人口密集的这个城市 我们这些家长都非常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才或者优异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读到的很多 关于成功人士的 这个小时候的这个经历 都跟我们现在父母 去追求的这种学区房 似乎都不一样啊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也一直在怀疑 或者质疑我小时候成长生活的 这些经历啊 没什么补习班 也没什么所谓的好老师 我们老师上课都是这个方言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自己接受的是非常糟糕的教育啊 但是我现在就人到中年啊 再来反思一下的话 我觉得说乡村其实有非常好的 乡村的教育 乡村的和伙伴玩 或者跳到河里面洗澡 它是有极其伟大的意义的 很可惜我们是现在城里面 可能没有这种条件啊 那前两天就这个星期 我参加了我女儿的一个学校的 一个会议啊 会议探讨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怎样不近视眼啊 所以爸妈妈开车 去到一个学校里面 花半天的时间聊一个话题 就是怎样不近视啊 我是没有近视的 我和我哥哥都没有近视 那为什么不近视呢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近视力只有6% 只有6% 城里面的人的近视 就视力很差的 在北京大概是50% 我们去开这个会的时候 这个校长给我们展示 这些数据 所以你会发现在城里面 挣扎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近视 这个在农村就是 它是很天然的啊 所以我们不要去 质疑那种 朴素的 自由的 符合天进的教育啊 大家知道在北京之前的话 有一个叫华德福啊 虽然这个教育形式 可能有一些争论 但是华德福所崇尚的 就是说把孩子放到田野中间去 进行教育啊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我在读这个 道圣和夫的自传 前面这一部分的时候啊 觉得特别似乘相识 就是这些乡村的东西啊 特别有意思 那这个 道圣和夫在除了小时候 他的成长比较自由之外啊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特别喜欢发掘意义 他小时候的话 得了肺结核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啊 1931年出生 那个时候大概就在二战的时候啊 那肺结核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很容易死的 然后他的家里呢 有一个叔叔就是肺结核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恐惧啊 由于他越恐惧的话 他的肺结核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最后只能是卧床 然后家里人怕其他的人感染 这个时候都 把他放到一个独立的房间去啊 隔离隔离开来 那这个时候他就更恐惧了啊 然后有一次 他在得这个肺结核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叔叔给了他一本书 叫生命的真相啊 这本书可能孩子基本看不懂 但是对于这个道圣和夫来说啊 他如获至宝 他就每天都读这个书 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 读到了非常多的哲学的东西啊 比如说他这里 他记得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们心底有吸引灾难的磁石 他会从外界吸引刀枪疾病和失业啊 这个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这个很很违心 或者形而上啊 有点迷信的感觉 但是道圣和夫就是很信啊 他觉得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他觉得说只要我们自己虚弱 那这个病的话就会趁虚而入 比如说他叔叔这个感染肺结核的时候 他他每次经过这个房间 他都捂着鼻子赶紧跑 但是他爸爸不怕 他爸爸每次都到他身边去服侍他 照顾他叔叔 但他爸爸好好的很健康啊 那在我们现在看来 这些肯定都是有科学道理 比如说他可能他爸爸具备抗体了 但是对于道圣和夫来说 他就觉得说一个人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直接决定的 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啊 所以心灵的呼唤会招来灾难啊 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内心的深夜 道圣和夫在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总结意义的人 他在小时候 他在读小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一个同学 因为这个同学长得比较矮一些 所以就非常受欺负 然后道圣和夫就很保护他 可能是出于这种感激 所以这个孩子就每次都邀请去他家里做客 后来他就告诉他说 他说他爷爷有一棵这个果树 可能是石榴树 我爷爷经常说要把这个石榴栽给你们 或者邀请你们来栽这个石榴 然后这个道圣和夫就是说 不不不 我怎么好意思去栽你们家的这个果子呢 让你们自己留着吃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孩子每次见到他都这么说一次 然后有一次道圣和夫呢 就直接就邀请几个玩伴就去这个孩子家了 去这孩子家没人在家啊 他爷爷不在家 然后他就想说 反正他每次都邀请我 要不我们自己就爬上树去栽了吧 结果他们就自己上树就栽了 把他果子栽完之后呢 然后后来他爷爷 这个孩子的爷爷听说 这几个孩子竟然来到他们家 然后把果子给栽了 非常非常生气 破口大骂 说肯定是道圣和夫这个小子带领的啊 竟然把我们家果子给偷走了 然后这个道圣和夫就觉得非常非常失望 因为他一直在邀请他栽 那现在我栽了 难道这个这不是你们 正是你们所想的吗 但是很小的时候 你看小学的时候 道圣和夫就在这里面总结这个 他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相信一个人的语言 要看这个人的品格和他真正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小学的孩子 他就特别喜欢总结意义啊 我在读这个发掘生命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弗兰克啊 作者弗兰克 他是被关在集中营 他的妻子 他的妹妹啊 他的家人 全部在集中营都上身了 但是他顽强的活下来 那这个弗兰克 其实他在进集中营之前 他就是一个非常探讨意义的人 那后来果真就是 他在自己这个集中营的这次经历 变成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意义的来源 所以后来写了一本书 叫发掘生命的意义 在全球销量超过一千万册 我觉得这个 这些人在小时候的这个童年的时候 你能看到大量的相同的东西啊 那道圣和夫 后来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给大量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多 我觉得跟小时候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爸妈妈 我们每天都在想啊 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一个更有出息的人呢 那如果你 我觉得可以多看一看这些自传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什么对孩子是真的 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鼓励他去人生 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那道圣和夫在1949年的时候呢 他的家里啊 他知道1945年了 二战的时候 日本侵略其他的国家 所以后来自己的国家也遭到了轰炸 他们家的房屋和印刷机 在空袭当中化为灰烬 所以后来家里就非常穷 然后道圣和夫就跟他们家人一起做两件事情 先是制盐 大家知道这个盐是可以换东西的 他妈妈把自己家里的这个和服给卖掉 卖掉之后买一些原料 后来又来做这个烧酒 做这个烧酒的原料呢 就是红薯 就常年在家里煮 然后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贩卖烧酒是违法的 然后他们再把这个烧酒装到这个皮囊里面 然后挂在这个腰间 然后再走到这个集市上黑市里面去卖 没想到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家烧酒非常受欢迎 卖得很好 因此还赚了一些钱 然后补贴了家用 但是他爸爸是一个个性很 非常非常小心胆小的人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爸爸就说不能不能做了 这个太危险了 所以就放弃了 道圣和夫在回忆的时候说 如果我们坚持做 有可能会成为当地一家 颇有名气的这个制酒工厂 也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大家在看道圣和夫 后来上学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有大量的参与 这个商业的这个过程 我读到很多 我经常拿这个自传和 就是扶耀玻璃的这个创始人 曹德旺的自传进行比较 发现曹德旺在小时候 因为他们出生的年代很相似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中国的福田 一个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 这个鹿尔岛 他们隔得很远 但是他们的成长经历竟然出奇了 然后这个道圣和夫在高三三年级之前 家里就很穷特别穷 他们家干什么 做这个纸袋 这些纸袋就是装那个食品的一些袋子 然后他们买了一台这个切割机 然后他爸爸把那个身体 重重重的这个身体 这个重量压在那个纸上面 然后在家里一家人就开始糊这个纸袋 然后由这个道圣和夫呢 就绑在自行车上面 一个市场一个市场串 道圣和夫是一个特别勤奋 又特别与人为善的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由于他们家做这个纸袋啊 很多这个同行业 后来生意都干不下去 但是干了很长时间 到高三这个毕业之前啊 道圣和夫后来算了一下 发现没有怎么赚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买他的纸袋 他就说便宜点吧 道圣和夫就非常爽快 他说便宜点便宜点 最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这些纸袋到底成本是多少啊 所以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 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啊 就他们家里制盐啊 烧酒啊 做纸袋子啊 这些经历 对于道圣和夫 后来创业的这种状态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的爸妈妈如果说 至于让自己的孩子 以后在商界当中啊 要更加 就是有担当 或者早一天成为一个 生意人啊 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经营者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用 就小时候做一些 这个经营上的尝试是非常重要 我发现啊 就是城里面的教育 特别关注标准化 工业化的教育 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和其他的孩子一样的 就我们不能比别人少 如果别人报班 那我也报班 那别人学奥数 我也学奥数啊 所以我没有想过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想过 如果你要让他成为一个创业者 那你小时候必须让他参与到经营里面 我创业是在35岁 创业的话其实很晚啊 那为什么呢 我接触到的这种商业的实践 就很少或者很晚啊 但是我依稀还能想起来 在我的儿童的时候 会有一些事情像种子一样 是埋在我的心里的 所以我在35岁的时候还是创业了 成为一个经营者 实际上我的个性呢 是非常很敏感很腼腆的人 我非常不喜欢创业者的这个身份 但是我真的知道小时候 我爸爸在 我爸爸是农村 那农村农民的话 最大的这个收入来源就是种地了 所以经常要下农田干活 那是很辛苦的 长年累月 那我爸爸也会在农闲的时间呢 会做一些木材的这种交易 这些交易也能给我们家里 带来很大的收入 我小时候就常年处在 这些小生意的这种兴奋当中 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观察 我爸爸在后来没有成为一个 类似于生意人 他没有 后来就慢慢他就放弃了 这些小生意了 因为他确实非常耗心力 所以就放弃了 但对我来说 好像从商这件事情 还是显得非常有诱惑的 所以这个这是道胜和夫 小时候的这个工作的经历 道胜和夫啊 由于你看他参与这些事情 他的个性啊 他调皮的这个感觉 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成绩非常优异的人 所以他报考了这个大阪大学 那应该是非常好的学校了 他没有考上 后来的话 这个他们有一个县力路尔岛大学 你看这是一个县的大学 那肯定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了 所以他因为他的录取时间更晚一点啊 入学时间 所以他后来就考上了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也不是一个 是一个特别新的学校 刚刚组建 由于他自己家里也特别穷 有时候连衣服都买不起 所以他也不好就在外面去做太多的社交 所以他常年都泡在图书馆里面 然后他在这里面回忆 这个书应该是他已经六七十岁时候写的 他写了其中的一段 就是他在回忆 他在年轻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暗恋一位女店员 后来就经过一个中间人去介绍啊 他们就在一起去看电影 他说由于他太紧张了 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店员 这个这位这个女生看 所以他都完全忘记了电影演的是什么 电影结束之后呢 他就和这位中间人呢 一起去吃饭 但是这个中间人由于太热情了 所以完全没有给他们俩留下 单独相处的这个空间 所以他一直觉得耿耿于怀啊 但是后来他在分开在离开的时候呢 那这位女生就告诉他说 他说我马上就要嫁到东京去了 所以后来就和他失去了阴性 我的感觉是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几十年之之后的这种 几十年之前再来回忆 他年轻的时候啊 真正发自内心的全身心的去喜欢一个人 我还能感受到 道圣和夫在当年的时候的那种期待啊 那种兴奋啊 但这段很短啊 就写了这么一点点而已啊 那这个后来就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他的好朋友就是满洲 上满洲夫给他介绍一个工作 说我叔叔在东京是一个科长 他肯定能给你介绍工作 然后他们就满怀希望的去东京 去了东京之后啊 来到他这个亲戚家里 竟然发现他这个叔叔连门都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业的形势非常非常紧张 很多优秀大学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的话 他这个叔叔也不是真正的这个高官啊 所以根本就不能给他解决工作 后来的话 他的好朋友和他都非常失望 他们一直在找工作啊 所以找不着怎么办呢 有一次的话 突然从好朋友里听到一个信息 说是在这个京都啊 有一家陶瓷的这个公司 他们最近正在招人 所以后来的话呢 他就进了这个叫做松丰工业 那松丰工业 他们当时去的时候 他不知道啊 其实这个公司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招人 或者为什么要招一个路尔岛的 这个并不出名的大学的大学生啊 当时一共招了五个人 因为这家公司当时正在走下坡路 其实都濒临倒闭 因为他起了很多内讧 股东之间呢进行争论 产品也不行 市场也在下滑 市场已经濒临倒闭了 但是他们当年还招了五个大学生来做研发啊 然后去的时候啊 他们就知道 哦 就是整个这个公司破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就是整个窗户什么的全都是破的 然后连席子都没有 他们走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 就是赶紧用那个席子拿起来 盯着把窗户给封起来啊 然后也也没有食堂 就只能自己做饭 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们只能买那种油炸豆腐 还有这个天妇罗的这个碎屑 因为天妇罗碎屑泡到水里面 他一下就膨胀了 就每天都以这个冲击 然后有一次的话 他们到集市上又去买菜 买菜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妈见到 问他们说 哎小伙子你们到这里来干嘛 而我们在松丰工业工作 然后他说哎呀 这样的公司你们为什么来啊 听说他们从鹿尔岛来 就更加不可置信了 就啊我那样的公司 连媳妇都娶不着的 然后他们一听就更泄气了 所以就特别想离开 五个人应聘到这个公司 后来陆陆续续又走了一个 陆陆续又走一个 后来只剩下两个人啊 所以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他们包括道胜和夫 他们就申请自卫队干部候补学校 仅仅这个学校被申请上了 但是这个学校要求拿这个户口簿啊 去给盖一个章做一个证明 所以他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让他家里人呢 把这个户口本的复印件给他 但是后来迟迟就没有收到回信 然后这个截止日期就错过了 错过之后 后来他才知道啊 是他哥哥其实收到这封信 但他哥哥觉得家里九口人 弟弟妹妹都很小 都等着他养活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 就等着他赚钱养活家里 现在呢他又要离职 所以他哥哥当时就不同意 就把那个信给撕掉了 那总而言之啊 反正这条路也断了 后来道胜和夫就想说 那没有办法啊 这份工作虽然不好很糟糕 但是那也得做 所以他就晚上的时候 他想了想的时候 他就来了一个180度的态度大转弯 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研究的工作 你看这一部分就有道胜和夫小时候 对于意义感的追求的原因 如果一个不是特别善于发掘意义的人 可能就沉浸在对于工作的痛恨当中 就没有这样态度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看到 道胜和夫后面的这个成就的话 你能感觉到就从他出生 他的家庭或者他童年 他高中之前做的每一笔生意 以及他的大学 他大学毕业的每一个细节 可能都决定了 这样的一个商界领袖 或者这样一个有超级影响力的人 是怎么样诞生的 由于他全心心的投入到研究的工作 所以后面他们就有一些这个成果 比如说有一个叫什么 优质型的绝缘体 用在电视显像管的电子枪上面 现在估计看过这个电视显像管的 这个人已经不多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买的这个电视机 后面都有一个特别巨大的 像这个花瓶一样的这个玻璃的管 然后在这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器材 那当时的话这个松丰工业就是做这些的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自己研究的这个U型字体的绝缘体 被公司量产 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所以后来的话公司就对他有很多的表扬 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工作了三年 就他觉得投入工作很有意思 然后呢因此也就受到了更多的表扬 他的成就感就越来越强 这个是我觉得是道胜和夫 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的工作是从一个非常破烂的公司做起 很多人都放弃了 他没有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那他们这个公司在第三年的时候 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工会啊 就这个公司已经摇摇欲坠了 他们工会竟然还组织罢工 然后这个道胜和夫和他的这个对 和他的这个工友说 我知道大家的不满 但是公司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艰难 如果我们罢工的话 这个产品就要停产 所以我决定我不罢工 那一般情况之下 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假 或者说怎么跟大家不一样啊 一定要与众不同啊 但是因为道胜和夫 其实每天都跟他的工友 去讲工作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所以大家都信他了 所以他们整个研发部 就没有参与罢工 那这个时候 由于这个工厂封闭了 他完全也不能出入 这个时候他们就买了很多的 这个吃的东西 搬到这个工厂 就住在工厂里面 每天工作 然后其他罢工的这个工友呢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由于怕 万一把他们也给轰出去了 可能工厂就真的倒闭了 所以也只能容忍他们 虽然他们很不满啊 那这个时候就每天 有一个人 就是他们把这个 生产出来这个成品啊 就搬出去 在那个围墙里面递出去 那有一位他的同事 就天天替他干这个活 在围墙外面接这些产品 这个同事呢 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这个是他在工作时期 结成的一些这个 特殊的姻缘啊 那道圣和夫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之后啊 在第三年的时候呢 由于他的这个上级的领导啊 就被换掉了 他们在做一个陶瓷的真工馆 后来研发失败 所以他们的上级对他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的时候呢 他就在想一些出路啊 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个机会 就是去巴基斯坦 做这个技术员 日本那个时候的国力呢 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去巴基斯坦就是能外派到外面去啊 又拿很高的工资 又是海外工作 所以像是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道圣和夫就动心了 动心之后呢 他就去问自己的这个一个长者啊 然后就问他 他的恩师内野 然后这个内野当时是这么这么跟他说的啊 他说 虽然你是很优秀的技术员 但是你去巴基斯坦啊 这个瓷瓶工厂当技师 零零碎碎的出卖自己那点技术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干 尖端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你这么一去 你很快就赶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你好不容易才在特殊陶瓷的研究上 攒入头角 这样放弃就太可惜了 我坚决反对 大家看啊 这个是恩师 他的老师 用严厉的口吻 跟他这个跟道圣和夫讲的一些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你能看到啊 有人生经验的人讲的话 就是在关键节点当中 对你做出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想象啊 道圣和夫路故离开了日本 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 和国内的现实 那很有可能 道圣和夫日后的很多成就 都没有基础了 那巴基斯坦在我们现在看来 那跟日本相比 那肯定技术上差距是很大的 但是当时不是这样 但是他的恩师内也就能看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人生关键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选择A还是选择B 这个时候一定有你的价值观 就有你的方法论 或者有你非常朴素质朴的精神在 人生关键的时候 你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被你的价值观 或者你的品质决定的 那你只能是选择让我们的孩子 做一个相对简单 朴素 或者是善意一些的人 这样的话 他在他的人生节点 可能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后来道胜和夫 他就想啊 我的企业的话也不看中我 那我又放弃了这个外派的工作 怎么办呢 后来他就决定和一些同事出去辞职创业 所以道胜和夫创业上是很早 所以他为什么能这么早的去创业呢 我在新东方工作了11年 我没有创业的想法 为什么呢 就是心态没到 不准备承担那么多责任 或者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创业的这个任务 那道胜和夫他创业 他在那个小企业其实工作了三年 他马上就决定创业 然后他创业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长辈啊 前辈去支持他 比如说他们前任的技术部长 青山先生 作为他的一个望年交 他们那个时候 青山先生已经50多岁了 然后呢 和西智 西智先生 两个人联合担保 这个西智先生是怎么担保的 把自己家里的住宅拿出来 抵押100万日元 然后跟他老婆说 这个我可是抵押咱们家的房子 你觉得 如果如果创业 如果道胜和夫创业失败 我们家就没有这个住宅房子了 你觉得可以吗 然后西智先生的他的妻子说 他说 我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你是被男人迷住了 没关系 他说能理解你们 男人被男人所吸引 这是真有情 所以后来他们就一起 凑了300万日元出资 那这个350万日元 在现在听起来 肯定钱应该是不多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真的是 道胜和夫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得到了很多的 这种年长的 或者是贵人的相助 星巴克的这个创始人 霍华德 那比尔盖茨先生 就现在的比尔盖茨 他爸爸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挺身而出 支持他 把这个星巴克 这个企业收购下来 然后打败了其他的这个收购者 你就会发现 当你真正具有非常优秀的品格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特别有意思 如果我回想我的人生的话 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和帮助 这是对的 所以 道胜和夫在创业的时候 虽然是个很小的企业 但他每天都想着说 我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听起来 如果一个三百万日元出资 出资就要创立的一个 完全是一个像乡村一样的一个企业 如果天天喊 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 这是显得非常 但是道胜和夫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说每天他都念叨的这句话 那现在的话 这个金瓷集团是规模非常大 除了这个金瓷集团 他们同时还有电信 收购了照相机企业 在美国也收购了一个 这个陶瓷的这个企业 所以他的这个产业已经非常大 可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了 但是回想啊 在当时的时候 一个人就能立即 说我们能做世界第一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现在创业我就经常反思 就我们心里面 有没有天天念叨这句话 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要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教育企业 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如果连这种自信都没有 或者这种气概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就很难创造出 中国最优秀 品质最高的这个教育机构了 然后道胜和夫经常去给他的同事啊 去启发他工作的意义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创立那家企业 都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企业 是非常粗糙的一种技术 其实就是靠苦工 烧制那些陶瓷 那些零件的话 也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零件啊 比如说一些绝缘体啊 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些电工啊 他就会带很多这个陶瓷的绝缘体 因为那个时候电线破损的概率也很大 所以他经常跟他的同事去说 说认真度过今天这一天 自然就能看到明天 认真度过明天 就能看到 在当下每一瞬间 大家都全力以赴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道胜和夫实际上 他他在自己的经营的过程当中 也都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挖掘意义 去鼓励自己的员工 做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 结果他的企业第一年收入2600万日元 利润300万 这个钱是怎么赚的 怎么收的 都是非常苦的活 就是那个时候的话 他们要组建销售部 由于这个金瓷没有什么名气 那是很艰难 卖东西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都会去一些比较 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些企业 大企业购买 所以你跟他说 我做了这个东西 他们都没什么兴趣 但是当你跑得很多的时候 他们会拿出另外的一个奇怪的东西 说用这样的材料 做这样的东西 你们做不做 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大企业 完全不愿意做的 然后有些时候呢 有一些技术是完全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道胜和夫会完全不犹豫 一秒都不犹豫 他说我们做 他一定要拿下来 为什么 只有接别人不愿意做的活 才能够一点一点建立他人对自己的信任 才能一点一点打出这个品牌 才能让这个企业活下来 他在这里讲了一件这样的小事 有一次他们去富山县的一个小厂子里面 去拜访一个销售部 业务部 要去联系的 那个时候积雪下得很深 所以他们那个鞋子就完全被水 这个血水全部浸湿了 因为这个道胜和夫在路尔岛出生的 所以他特别怕冷 然后去了之后呢 对方也说我没有需求 所以就特别泄气 回来的时候啊 在这个车站里面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火炉 那火炉里面有红通通的这个火 然后他道胜和夫 因为太冷了 都冻僵了 就马上冲过去 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脚啊 血啊都放在这个炉火边 但是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自己的这个珍贵的大衣 竟然烧着了 为什么 因为冻的太厉害太冷了 整个人就爆着那团火 然后把衣服都烧着了 就是这么苦 就是这么辛苦 有一次三菱 这是一个大企业 他们突然间要生产一个 大型的陶瓷的圆管 其他企业都不愿意做 然后他明显这个金瓷是做不出来的 然后别人问他 你们你们能不能做 道胜和夫说我们做 后来第一是借了设备 没有设备怎么办 去租去租别人的做完之后啊 晚上做做完之后 白天再还给人家 然后那个圆管呢 由于太大 它是要干燥的 它没有干燥室啊 本来一般的这个企业都有干燥室 没有怎么办 它就烘干 但是你烘干的时候啊 你的受热是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话就会出现 比如说陶瓷断裂啊 所以他的良品一直非常糟糕 生产十个出来啊 只有两三个是好的 其他都是坏的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用布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啊 为了让他的受热更加的均匀 他就抱着 晚上睡觉的就抱着这个陶瓷圆管睡觉 就是真正是全身心的 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自己的休息这些什么完全不在 然后在就是完全是这种 真正的这种勤奋啊 真正的专注 投入到工作当中 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我举个很小的例子 我们当时新东方有一个同事 他的舅舅的一个孩子呢 就是大学生了 就英语老学不出来 托付就二三十分 真的非常差 这个孩子其实人很好啊 然后他就送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在我们这里学了半个月 学了半年的时间 但这个孩子托付还就四五十分 所以他没有提高多少 后来我这个同事就很不满意 他就过来就说了很多责备的话 我当时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吵起来了 我就告诉他说 你没有资格指责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全力以赴 你完全不知道我们付出的是多少 然后我这个同事当时觉得特别特别惊讶 他说你没有必要这么保护你们的老师 但是我感觉是我的这个同事是这样 第一个是我跟他吵架 他肯定很不开心 第二个他完全能感受到我全身心的投入 我不允许别人来指责我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完美的 我觉得他的心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敬意 他知道我做事情非常认真 也就是这样啊 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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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到家长认可 就是说那我现在也在想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上海 要做深圳 或者我们要做芒果 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创造一个好的品牌 或者让家长让市场认可你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 道胜和夫就总结了一句话啊 就是企业管理者经常有很多的问题 就怎么样经营好企业 然后道胜和夫有一句话 他说企业经营就是经营者的心性 就是如果经营者的心性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这个企业经营就一定没有问题 他就是考验领导者的心性 就主要如果你有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心性 所有的东西都能被你打开 那经营的话 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这个集团了 那这个集团它的初始从哪里来 就是抱着这个真空管晚上睡觉 我就是要生产出来 当时这个经营集团 在后面大了一些时候的话 他们接了一个工程更大的一个活 是IBM的 IBM把其他两家更加具有威望的大型企业 全部拒绝了 然后把这个订单给了金瓷 这个订单非常大 他们一共要生产 两千多万个这个零件 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 甚至连那个技术都没有 所以他们光研发就研发了五个月 每一个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不满意 要不就是温度不对 要不就是湿度不对 要不就是材料不对 由于他们这个炉子里面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 炉子里面的温度是不一致的 所以烧出来的这个产品总是不能控制 什么时候去添加另外一种材料 这个时机也非常重要 所以就各种细节五个月都还没生产出来 后来他们加班加点 终于弄出了二十万个这个 这个他们觉得是良品 结果送到IBM IBM一检验 说不合格 全部重做 二十万个全部重做 为什么 他说当我们把你的产品 放在我们的这个灯光下检测的时候 你们这个颜色是带着黄色的 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之前他们公司生产的时候 他的操作手册只有一页 但是IBM单单做这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 就有一本书那么厚 他们整个企业都完全没有见过 如此严格的标准 但是就是这种说 我全心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最后他们在 他们在七个月的时候 完成了IBM的这个订单 生产了两千多万个这个零件 那当然经过像 类似于像服务IBM这样的企业 他们极大的提升自己企业的技术能 还有员工的士气被激发了 就当他们真正把这两千五百万个产品 全都生产出来的时候 整个企业员工是沸腾的 他要知道说 人的这种能力是无限的 只要你激发出来就是无限的 然后这个金子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其实大家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 比如说他们在创业的第一年的时候 这个道胜和服突然遇到这么一件事情 有11名高中毕业的员工 要求给他定期加薪和发放奖金 他说我们每天都很辛苦 每天加班 然后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承诺 就是我在这个企业你要负责照顾好我 如果你照顾不了我 我就集体辞职 而且他们为了让他们更加团结 这几个人竟然都写了血书 都签字了 就谁都不能背叛对方 这11个人 那道胜和服听到这11个人要离职 他非常难过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这个企业管理者 可能说那辞职就辞职 把他们都开了就可以了 再招重新招11个人 道胜和服不是这样的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 所以就跟他们触膝长谈 邀请到他们到家里面一个一个谈 那谈到后面的时候啊 就谈了很长的时间 其中有10个人 就后来都被道胜和服的真诚所感动了 然后就都说好了 那我们就不离职 我知道你也非常非常难 因为道胜和服告诉他们说 他说承诺很简单 但如果兑现不了的话 就是骗你们 我很想对你们好 但是我不敢这样去承诺 就是定期要给你们加薪 现在公司刚刚起步 可能还不能够就是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死都不为所动 他说我就是男子和大丈夫 我当时定的事情 我就要做下去 然后道胜和服晚上跟他谈的时候 最后他就这么说 他说如果我背叛了你 你就用刀把我给捅了 然后那个人听完之后啊 跟道胜和服两个人抱头痛哭 就是已经难到这种程度 但他把这11个高中生都留下来了 所以道胜和服也在想啊 经过这些事情 他也在想到创业的目的 他当时创业是为什么 他说我只是想让技术问世 我原先他是做研发的 那我的技术能够被世界用的话 我就很开心了 如今却要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解经营吗 我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有共鸣 就当一个人在开始承担责任的时候 他都会怀疑其中的意义 那瑞途也有很多老师同事 他刚开始走向管理岗位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我原先只需要对我负责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对他人负责 那很多人在刚开始做爸爸妈妈的时候 也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突然间要为我的孩子负责了 我的人生不再属于我了 我的生命还属于别人 属于他人 那这样做对吗 很多很多人都会很怀疑这种意义啊 就是一个只有真正开始承担 并且习惯承担责任的人 他才会理解承担责任背后 所带来这种意义感啊 所以你发现一个人做了爸爸 一个人结了婚 一个人做了爸爸 一个人这个创业 做了公司的这个领导者 他你发现他的成熟度不一样 他说的话 他的行为 他的性情 他的心性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人的修炼 那要不要 这件事情辛不辛苦呢 那当然是非常辛苦的 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成为一个 为他人负责的人 你又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 找到很大的意义感 然后人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往上去推动的 就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说 嗯我的人生更丰富了 你可以选择 我这一辈子什么人 什么负担 什么责任都不承担 你也可以这样选择 但是你可能不能抵达到 别人生命的丰富程度 那很多人也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要步入婚姻呢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为什么要孩子 我为什么要去承担一个企业的责任 大家看一看道胜和服的东西 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道胜和服后面 他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说企业经营最基本的目的 必须长期守护员工 及其家人的生活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这个创业 那金瓷后来这个企业已经做得很大了 大家知道 在1962年的时候 他们创业很短的时间 这个道胜和服当时想说 在日本老是打不开销路 要不我就去美国吧 因为美国是技术很发达的地方 如果我能够卖给美国人 那日本的同行肯定就都认可了 所以后来他就带了100万日元的现金 日元的现金 然后全体的员工都给他送行 然后去了美国待了一个月 因为道胜和服自己不会英文 所以离开他需要一个中介 所以他在美国的时候就经常要去这个中介报道 然后让这个中介帮他 所以他这个效率非常低 道胜和服非常非常着急 但是一个月待了一个月之后呢 一无所获 送行的离开美国的时候呢 他发表了一顿稍微带有一点抱怨的话 就说我来了一个月 我非常努力拼命 但是却没有人欣赏我们的技术 我也没拿到订单 但是还好这一个月结束了 两年之后的话 道胜和服又一次去美国 这次的话呢 他原先老东家有一个贸易部长 叫上西 做陪同做翻译 因为上西啊 是在这个温哥华长大的 所以他的英文很好 然后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道胜和服呢就特别着急 因为他每次去给别人展示他的技术 大家都会很欣赏 都会说特别棒 但就是不下订单 所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啊 他回到这个住所的时候啊 就会哀叹 他说今天又没有什么收获 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这个上西呢就特别不理解啊 上西特别不理解 他说没有收获 就难道不就是正常吗 这样的话 这个总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一点一点去解决嘛 但是道胜和服就很生气 他不接受他说这样话 他说公司的宝贵的经费 又打水漂了 这样下去公司就会倒闭的 我请你上西一起来 就是为了拿订单 这个上西争辩说 拿不到东西就拿不到啊 事情总要一个一个解决的 然后两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 话不投机 声音就大起来就吵架 然后他对这个上西啊 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啊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 我希望上西能够抛弃他的那些常识 倾注超越极限的努力 和我共同打造一家所有人都能共同悲喜的公司 我希望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善于感动的人 我特别特别有共鸣这一段话 我特别有共鸣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在企业经营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总 我能跟有一些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跟他不共平 不共平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他有很多的常识 他认为很多事情都不可能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第二个我觉得他没有倾注超越极限的努力 他也是努力 但不是超越极限的努力 然后我们特别特别希望能够打造一家 能够共同同悲同喜的公司 但是有些时候企业有一些人 他不是跟你同悲同喜 然后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 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 但是很多人的情感是不为所动的 因为他不投入 所以他就不能跟你一起感动 哇这一段真的写得非常好啊 只有真正曾经投入过的人 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段话来 而且我觉得说像上西这样一个人 他不懂就是不懂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人肯定不能跟道顺和夫一样 成为一个极其专注和投入的人 但是后来的话 这个上西就真正被他感动了 就特别奇怪 然后他说 一天又一天我不厌其烦 反复对他说 即使目前的桑谈没有结果 但是我们必须一味的努力 再努力 努力到让神灵感动 让神灵因为可怜我们 所以帮助我们获得订单 除了付出这种程度的努力之外 别无他法 所以道顺和夫有一句名言 叫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其实他是发自内心的 他不是假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上西最初是很抗拒的 后来最终成为我最亲密的同志 海外战略当中 上西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总觉得说一个人的价值观 定的就是定的 但上西到后来这个 金瓷的话 在硅谷的话 自己也建厂建这个销售部 然后也收购了美国的厂家 都是由这个上西去做 这个美国的拓展 他后来成为金瓷 非常重要的一位员工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可见这个可能是 道顺和夫 他的感染力非常非常强 所以才能把身边的人感动 总而言之 这个大家肯定知道 金瓷的这个发展 肯定会非常好 金瓷在1970年的话呢 研发了用五年的时间 开发了一个再结晶宝石 最开始这个宝石不为人接受 他觉得是人工的 但后来的话 在1978年的时候 慢慢就打开了销路 后来的话在 大家知道在洛杉矶的话 是加州的话 有一个叫 Beverly这个Village Beverly三庄 然后那都是名人的 这个珠光宝气的 一些豪华的店 然后他们在那里面 设了一个珠宝店 所以后来也获得 很好的成功 1971年的时候 开发了这个陶瓷的刀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然后也进军医学领域 比如生产这个牙齿 甲牙和关节 用陶瓷生产关节 然后1975年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一个 日本太阳能株式会社 他们在做太阳能的时候呢 太阳能栏还是非常昂贵 效率非常低的 但是一年一年 到现在的话 太阳能栏已经变得非常普及了 可见他们这个 也做得非常早 基础很早 1975年的时候 他们在苏联签订了一个51 他们当时一年的收入 好像只有150亿日元 那这个合同的话 就有51亿日元 可见他们在苏联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很有意思 他讲他们去谈判 苏联人在他们签谈判的时候呢 就把所有的合同全部写好 一条一条 没有一条是对这个 道圣和夫是有益的 是有利的 然后道圣和夫就全部用笔 划出来密密码码 苏联人非常生气 说太不像话了 你这是侮辱我们 然后就拍桌子 然后就不欢而散 就走了 走了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以为这个生意就掰了 肯定就准备就回去了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苏联人就过来请他 说我们晚上设宴款待你们 这是外交礼仪必须出席 然后这个金慈的这些同事就去了 然后在了会场 他们就跟没有发生争执一样 大家一起碰杯 然后灌酒 然后给他们一道一道的菜上 上完之后第二天白天谈判 还是一样 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然后就这样熬了两个 两个礼拜 然后就不愿意做出妥协 然后道圣和夫 说我后来算是摸清了他的套路 白天的时候呢 他们用下马威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又开始去安抚他们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在这种 谈判的折磨下 最后精神崩溃 然后就放弃了 但是道圣和夫就坚决不同意 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按照我们来的话 我们马上 我们就不做这个技术的这个转让了 不给你们生产东西了 所以后来苏联人们没办法 他说你们是第一家按照你们自己的意思签订合同的人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跟你们是这样签合同的 这个这个小的故事实际上是告诉我们道圣和夫 他就是对于这种价值观的坚持是比大部分人是是更加强的 一般的人可能就放弃了 就退缩了 但道圣和夫不是这样 那精神在后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还进军电信行业 后来这个做了这个第二电电 所以精神的话后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这个集团 在1982年的时候上市 精神这个整个这个企业的规模这个都都不用说了 然后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我还想提一下 就精神创造了一个企业当中的管理方式叫阿米巴 阿米巴是什么 在1964年的时候 他们五周年就发展成150人了 然后道圣和夫是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像经营者一样去思考问题 所以后来的话 他就把公司按照工序产品的类别 分为落干小组 然后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独立核算 命名为阿米巴 然后我在大概在创业的第二年第三年去杭州和杭州新课堂的交流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正在实行教育类的企业做阿米巴 后来他们确实去实行了 这个给我带来很多的启示 非常有意思的是 现在很多网络公司基本都已经实现了阿米巴 就是都很小的组织然后独立的核算 但是在教育类的企业似乎大家觉得说不太适合 没有教育企业能够用阿米巴的方式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做阿米巴 那做阿米巴你发现它有一个风险是什么 如果我这个小的组织比如十个人是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创造业绩那我就会特别资深出一种 我赚的钱我应该分了我应该花 它会有一种自私自利的这个导向 所以我觉得阿米巴和什么东西配合是最好的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经营哲学 利他哲学 所以我在这个书当中 道胜和夫也简单的提到 他说金词的经营哲学是 公司不是为了少数人为所有的伙伴 所以一定没有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的企业文化 作为底层的东西 阿米巴应该是一个在教育类的企业 起码是一个非常有风 你看阿米巴由于他们有利他之心 他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他没有把高业绩和薪酬直接挂钩 你赚了很多钱怎么办 在其他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你阿米巴 比如我这十个人的团队 我赚了很多钱 那么你当然应该在经济上进行奖励 但是金词没有 他说取得优异的成绩 意味着为大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给予的是表彰和荣誉 而且他认为表彰和荣誉 是比物质奖励来得更有意义 更具有荣誉感的一种东西 这个我是认同的 如果一个企业分成阿米巴 然后用高业绩和它的薪酬 直接去挂钩的话 那这个企业最后会分崩离析 它会变成无数的小机构 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所有的人谋福利 不是给你一个人 如果某一个业务做得好 那么实际上它应该去帮助其他企业当中所有人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够 就是拧成一股神 才能变成一个企业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给我带来很多启示 金词员工现在已经超过一万三千人 他们的阿米巴的数量超过了三千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 一万多人能做三千多个阿米巴的这个小企业 但是它可以保持企业的这种活力 然后高度和市场绑定 迅速的反馈迅速调整 那因为金词在企业界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成就 所以后来 道胜和夫也获得了很多的社会的影响力 他对于日本的这个社会的治理 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意见 这里面的话有简单的一两页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想读一读这一两页 在当下的今天其实对我们的参考 比如说他说 日本的外交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方针 对世界有何主张 想为世界贡献什么 道胜和夫的观点是 他说我的意见是 日本应该把自由与民主作为基本原理 成为在国际社会当中成为受人信赖 受人尊重的国家 大家看啊 日本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过日本啊 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 日本的文化有很多是像中国 或者他古代的时候学习的中国很多文化 比如家庭的文化 人与人之间这种内敛的文化 个人交往的文化 在日本的话是不看人的眼睛的 就是你得回避人的眼睛 然后车厢里极其安静 没有任何人打电话 我原先有一个 我的一个上级给我讲过 她的女朋友曾经在日本的时候 在车厢里面涂口红 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就站起来直接说 她说涂口红 在日本只有妓女才会干的一件事情 哇非常非常这个直白 然后就他完全接受不了一个女孩子 在车上涂口红这个行为 你看日本极其传统 就非常传统 但是日本的整个社会的秩序啊 你去看日本的街头的整体的社会秩序 礼让行人 车辆是永远礼让行人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混乱 只要是混乱的地方一定有人指挥 所以他在西方世界当中学习了 大量的先进的这个社会的规范的内容 然后人和人之间非常友好 对陌生人也非常非常友好 即使你告诉他说你来自中国 然后也非常友好的给你提供帮助 所以我看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就看到就是亚洲文化的这些国家 当他和世界的这些价值观进行融合的时候 他怎么去融合在一起 怎么变成一个让每个人都觉得说国家 然后道圣和夫他提出来了 就日本应该把自由与民主作为基本的原理 成为受人信赖的国家 自由和民主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说自由民主就是 那中国就不要自由民主 中国要不了自由民主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言论 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自由民主 因为他会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 然后还有一些我特别想给大家读一读的 就是道圣和夫对于这个日本的官僚体系的这个评论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对官僚的素质感到惊讶 首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错 人只有不隐瞒错误 勇于反省才能不断进步 但这个常识在官僚中行不通 他们认为自己构建的社会秩序和行业秩序 是无缺的根本不需要改革 但事实上 时代在不断的变化 即使在过去是正确的事情 现在也是需要修改和调整 日本的官僚有一种自负 他们认为自己在支撑着这个国家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没有人在认真思考国家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能允许民众插嘴官方的事情 这就是不仅仅是中央集权的问题 而是官僚的 由官僚主宰的 为了官僚利益的行政体系 换句话说 就是官主主义 以欧美的民主主义南选北辙 主权在民的思想究竟跑到哪去了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强有力的 官主主义的这个中央集权机构 还是凸显出制度疲劳的问题 他们不接受批评 肆意追求垄断地位 其结果就是失去了自我变革的功能 被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所抛弃 那当然这一段可能描写的是 日本比较早期的这个 我现在看 我去日本的几次的过程当中和 包括和一些在日本的这个居民聊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政府 有一种骄傲感自豪感 他日本政府是一个真正为国民考虑的政府 他说很照顾我们 我就非常惊讶 非常惊讶 那我对日本的了解不多 那道胜和夫因为他是日本的商界领袖 那他对日本的这种评价肯定是非常中肯的 所以这本书其实也给我提供了一个 对日本的整个行政体系社会的一个视觉 我观察的时候 还有这样 他有一些非常中肯的评价 他说官员和官员一对一交谈的时候 他们都很认真 也很有见识 从中我也受益很多 如果不把官僚看作一个组织 而看作一个个人的集团 那是难得 特别奇怪 对不对 然后他对于中美关系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期盼两国一直保持 日美贸易摩擦 愈演愈烈 要改变这一趋势 我认为双方都要认识到自身的缺点 并就理想的日美关系 坦率地交换意见 觉得在当下这个环境下面 道圣和夫的这些话 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 也特别适合参考 我在道圣和夫的整个字传当中 印象最深的就是道圣和夫 经常告诉我们说 心境这个词 就心境这个词 我就是在道圣和夫的这个书当中学到的 经营的精髓就是以领导人持有的心境下 只要领悟这一精髓 企业就一定会顺畅 并且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反思 或者我今天在讲这个书的时候也做了很多自我 如果有好的使命 那就能将这个企业推到更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道圣和夫说只要行做人的正道 宇宙都会来相助 我们刚才讲他的自传的一系列的这个故事当中都充满 那道圣和夫在晚年的时候 65岁的时候还剃度出家 这个可能是日本的一个一种这个风俗 然后他完成了大街心修行 60多岁 那一年的话 有一年他正好是因为有事没有做体检 所以后来第二年参加体检的时候发现胃癌 所以他就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切除之后啊喝一点粥 然后这个胃还不小心又破裂出血 后来又住院一个月 所以非常非常惨 他在完成这个手术之后呢 就剃度出家了 然后做了一个叫大街心 大街心是干什么呢 凌晨三点起床 晚上11点就请 每餐只有一菜一汤 因为道圣和夫刚做的这个胃的手术嘛 所以一菜一汤 但是他完全按照这个修行的方式去做 60多岁了 然后他们当时要做一个叫布施 就是挂的这个布袋 然后到各家去念那个经文 然后去让他们把这个布施到的一些 比如说大米啊什么 放在自己的这个布袋里面 有一次的话 他就是自己在路上布施的时候 已经非常非常疲惫 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 然后有一个老太太经过的时候 那看起来他不是有钱的老太太 然后他看到道圣和夫这个疲惫的样子 就拿出了一点钱 说您很累了吧 用这个钱买个面包吃吧 道圣和夫当时说 他当时看到这个老太太的时候 他觉得整个人都完全被这个老太太所感染 他觉得生命之力就是完全在内心涌动 就是这种陌生人的善意啊 道圣和夫那个时候的这个财富 我估计可能已经富可敌国了 但是就是遇到了这么普通的一个老太太 在他疲惫的时候这么普通的一件事情 就让他感动的不行 他是完全被人性当中这个善所感染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给大家人启发的 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感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 你说道圣和夫那个时候很有钱 就一定意味着他的幸福就成辈吗 不是这样 生活当中来自陌生人这种善意 往往极大的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 所以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讲 就是说一定要对陌生人友好 开车的时候你让一下行人 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 如果两辆车 车数都很慢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能让就让对方先走 如果是车路口堵了的时候 一定不要着急冲过去 然后要交替通行 如果陌生人向你求助 一定要非常热情的去帮助对方 我觉得这些小的东西啊 尤其来自于我们不认识的人的 这种小的东西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幸福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熟人社会 我们向来是比较轻视这种陌生人的这种交往 就很多人刚来城市 城市刚刚组建完在中国 我们很少人懂得在城市应该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人后面穿过去 其实在美国我们要说Excuse me 叫做劳驾 但中国没有 那一个人从你后面 风的一声就过去了 都就哇 吓你一大跳 开车呀 我经常在路上开车 很多摩托车也是这样 他突然间就穿出来 像经常会吓你一跳 就是给别人添麻烦 带来麻烦的事情 一概都不要做 不要插队 然后像陌生人都施以微笑 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道圣和夫在晚年的时候 他有三个子女 他们的子女都做了和他没有关系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实际上 然后他的另外一本书叫活法 活法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他说只有通过长时间不懈的工作 磨练了心智才会具有厚重的人格 在生活中沉稳而不要 所以我觉得道圣和夫整个一生 是真正的用他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说 劳动有多重要 工作有多重要 专注有多重要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展开 下次有时间的话 给大家一起再来分享一下活法这本书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倾听 发自内心的感恩大家的陪伴 很多人也感谢大家的感恩大家的感恩 因为这些人没有招works